這首歌叫做《明明就是溫柔的人》 那這首歌的故事來說一下好了 就是我覺得我是出生在厭世朝的那一個 那個時代 是吧 是吧 然後就是會有一陣子對一些字眼 感覺特別的厭惡 特別的敏感 比方說溫柔啊 善良啊 這種太過光明的東西 我就覺得有點 離我自己很遠 然後很不切實際 但我覺得這種厭惡來自於 一種不敢承認 就是不敢承認我對這個世界還抱有期望 然後我覺得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可以相信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一旦承認之後很容易會受到很多傷害 就是難免這個世界給你的回饋 跟你付出的東西其實是不成正比的 但是我覺得勇敢就是 就是你明明知道這麼做可能不會收到任何的回報 可能不會得到感謝 但是你覺得這麼做 你心甘理得 或者是你覺得自己會更開心 或是你覺得這個世界就是需要這麼一點愛 即便你覺得難好微笑 然後你還是去做了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勇敢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寫了這首歌 就是在我覺得我人生中最麻木的時候 提醒自己還有感動的余力 然後也有余力去感動別人 然後即便很微小 但是呢只要願意對身邊的人釋出一點點善意 就還是可以感受得到改變的 對 所以就是明明就是溫柔的人 給大家 然後先不想感受 一生而同再沒有感受 一生而同再沒有感受 其實只是怕 在嘴上在嘴 渐渐的脱离了 本该彩色的 一直想想 要是重新开始了 夜风是风起过 在这失望行走 等过就说感动 温柔的风是 就好比等过 等到的是图书无果 最后也想 再看过参加 失过的鞋 没有忘记的 也好比走过 不过随的鞋 不过是什么 在手上在 爱的一切 不过自己的时候 明明就是温柔的人 不用等到小孩子的 我让你感到的 在嘴上在嘴上 不过你 在嘴上 在嘴上 你能不按着 你能不能让你 其实是怕 再次上台中 有些日子想起来并不空过了 但收起故事 从天到年落实 也放手放弃过 载着时往心走 但哭着说感动 温柔不放手 就好比 等过 等到的 是图是无果 最后月下 过参照 是我的前 没有忘记的 也好比 等过 和我随着 更远离开 我不想更多 在手上 再外的理性 无关自己的时候 明明就是那么多 不用等到下一次的 谢谢 谢谢